欢迎收看我们的频道,我是Vincent Hello,我是Christy 我们继续跟进国泰航空事件 就是我们昨天报导 香港非伦敦国际丑闻事件 我们其实已经报导了 我们以为这件案件是完结 谁知道,还未完结 今天香港01新闻报导 这位内地女生叫金小姐 金小姐提出三大诉求 希望国泰要出来道歉和改善 而且事主金小姐 已经向中国民航局投诉 而中国民航局接受了她的投诉 现在正在跟进 我们引述香港01访问金小姐 金小姐对国泰事件公开表示 将那位两夫妇列入黑名单 金小姐是表示满意的 但她认为国泰未回应她的疑问和诉求 包括国泰处理同类型的情况 以及如果发生歧视事件 或者有动手动脚、欺凌这些事件的流程 以及换座位的准则 因为金小姐作为消费者 她如何争取她自己的权益 以及跟机组人员认为是培训的问题 如果日后再有同类型的事件再次发生的时候 在其他人身上 有没有特别的机组人员可以配合呢? 好了,我们看看 香港01的新闻 下面有留言 我看到有很多留言 其中有些网民是这样写的 其实这件事应该就完结了 因为已经将那两夫妇涉嫌歧视 做新的宗旨给这位金小姐 很明显那两夫妇是不对的 老实说是真的不对的 其实国泰已经做了些事情 已经blacklist了这两夫妇 其实这件事应该是完结了 但是金小姐就要求国泰要道歉 希望他们可以解释一下流程是怎样做的 但是下面的网民就认为 好像是over了 就说这位金小姐 其实应该得色好意就需回首 另外一些网民都认为 其实真的要完结了 这件国泰事件应该要完结了 因为很容易会引发中港矛盾 希望这件事尽快就完结了 因为其实国泰是真的有出来自怯的 而且他真的有做了事 算是惩罚了那对夫妇 以后不能回答国泰 正所谓我们 有很多人都说了 其实你得色好意就应该需回首 以及将那对夫妇列入黑名单 永远都不能回答国泰 其实都已经是一个很重的惩罚 我都算是觉得 算是一个很重的惩罚 你想想以后都不能回答他 其实会造成很多不方便 去旅行的时候 而且也不知道 会否日后影响到 想回答其他航空公司的时候 会否有问题 有网民就说 金小姐其实见好就收了 因为 其实整件事 国泰已经尽了他最大努力 譬如他已经把两夫妇列入黑名单 以后不能回答国泰 其实这个惩罚也挺重的 其实这件事应该结束了 以及国泰是有自怯的 在文章里面有这样写的 BBC也有报道这宗新闻 以及日常报道 英国很多传媒 今天才来报道 大致上都是说这宗新闻 由香港非伦敦 郭泰航空 后面那两夫妇 因为作出一些涉嫌歧视 肢体碰撞 用双手搖晃金小姐的椅子 作出一些不道德的行为 属于歧视欺凌的金小姐 而金小姐因为当时 她咬那张椅子 咬了向后 后面的男人觉得不满意 阻止她看电视 而她老婆便出手 走去做一些歧视的行为 包括伸出宗旨 又说一些歧视的说话 来侮辱金小姐 今天BBC和Daily Mail都有说 整件事 被迁发到下面有人留言 很多人留言 很多西方的网友 我强调西方网友留言 对这件事 金小姐和这两夫妇 这件丑闻 来作出评论 我们看看 英国这边的本地人 对这件事的看法 其中有一个就说 很有趣 有一位网友 没有怪责这两夫妇 也没有怪责金小姐 她只是怪责航空公司 为什么经济下仓座位 这么窄 因为现在很多经济下仓 把那些座与座之间再窄 再拍得更近 那些座位 就比以前更差了 对 令她坐得很不舒服 对了 这位事主 就形容她老公 六尺高 她说她老公六尺高 她说 弄到膝头的那只头 顶着那张座椅 要把那张座椅 咬向后 才可以舒服 她也说 形容她不敢 咬到那么后 因为她说 担心影响后面的乘客 这位西方的网友也有这样写 她也会咬喉 但是不会咬到尽 即是顾及后面那位乘客的感受 对了 没错了 连这里的西方人士也不会咬到尽 这是其中一个想法 可能其他人未必是这样想的 另外一个英国本地人的留言 她说 其实我很少咬到尽 很少咬后 不过她不排除其他人会咬后 因为她本身那张座椅 就可以让你咬 只要你不是用餐 不是在吃晚饭 不是用餐的时候 基本上 大部分的时间 你都可以咬后 当然 起飞和降落 你都不可以咬后 但是一般的时间 很多人都会咬后 她没有反对别人咬后 这位本地的网友 另外 这个日文的日文 下面有很多人留言 其中一个英国本地人就留言 对这件事的看法 她说 既然前面的咬后 你就咬后 后面的人觉得不对路 他又是咬后 再后面的人觉得不对路 不舒服 他又是咬后 一路就像骨牌一路咬 咬后 我们昨天也是这样说的 是的 网民也有这样说的 在英文说 是一个fulling dominance 没错 这个是一个很基本的东西 其实在我们西方社会的国家里面 那张椅子被你咬得的话 很多时候你都可以咬 是吧 这样的设计 真的可以咬后 是吧 如果他不行 他是不能咬的 是吧 我觉得是很个别的 每个人的做法不同的 是吧 你不可能说 你完全咬后又不对 你咬 完全不咬 那你觉得整个肌 那条腰就不用碰了 那条颈就不用碰了 你想想长途机 香港飞伦敦 是吧 13个小时 你不可能那张椅子直不甩 是吧 是吧 你怎样睡觉 是吧 比作我都不碰了 是吧 张心比己 那你就不要咬得太夸张了 是吧 不过有一样东西 其实现在很多网民怪责 不关那张椅子 咬不咬到后的问题了 现在关键是怪航空公司 设计的位置太责了 就是了 这里英国本地人 我见到有几个网民都有留言 他说现在的航空公司贪得无厌 有这么多就赚这么多 有这么逼就这么逼 有这么窄就这么窄 有这么小就这么小 尽量腾多些位置出来 赚多一磅银就赚多你一磅 赚多你一个机位就赚多你一个机位 有这么尽就赚这么尽 这些典型是这些奸商的行为 是啊 真的有人这样写的 就是说现在航空公司就不理你了 给得起便来答PIMEA 再给得起便去答商务 再想好些便去答First class 你给不起便要答义抗 因为这是资本主义的社会 就是这样的了 因为人家都要赚钱 你给不起便这样 这里有很多不同的本地网民 都有他們不同的看法 其實都有些類似我們香港人的想法 我們昨天有很多香港的網民 都有很多不同的看法 都有網民建議 其實航空業 他們是應該改善那張椅子的 例如不要咬向太后 他固定了那張椅子 只是咬向後一點 讓你不能動那張椅子 那就不會影響到後面的乘客 這個建議也挺好的 既然經濟倉 異抗倉位 不如這樣 索性取消了咬後設計 譬如咬後三級 現在設計到只可以咬後一級 或者不可以再咬那麼後 取消了咬到那麼盡 不如這樣 確認了這樣就不會影響後面 是不是 那麼航空公司要花錢 那些椅子要去改善了 但我們作為乘客 會不會覺得坐得再不舒服了呢 現在其實英國的本地網民 就投訴說 那個Lake Room不夠 是那個Lake Room 因為英國人本身是高大的 抱著也有六尺 我自己 我也覺得那個Lake Room不夠 是啊 這裡 Daily Mail 下面也有這麼說的 是嗎? 就是說一般的西方人士 白人、黑人也好 他們的腳比較長 長的時候 就頂住就不舒服了 不如你索性 Lake Room 多一吋也好 多一吋 多兩吋 多兩吋也好多了 一個位多兩吋 哇 你整組機 都不見了幾個位 這樣搞法 那變了 國泰會不會覺得 他們賺少了 不是就是國泰賺少了 如果是這樣 全部的Air Line 都會賺少 那些Econ 那些位 所有經濟下倉 全部都賺少了 這樣搞法 是啊 可能他們不會接受這個建議 是啊 之所以為什麼呢 下面這些英國的網民 都有投訴 說現在那些航空公司 賺到盡了 說他們 他們覺得 你能付得這樣的錢 就是這樣的 所以 你付不起的話 就沒辦法了 你要接受 現在的航空公司 這些這麼苛刻的 經濟下倉 是啊 最後 我們也有看到 有一些網民 他說他們在美國 加拿大 經常乘搭飛機 也有些網民 經常在歐洲飛美國那邊 他說 尤其是這些西方航空公司 很嚴格的 對於 如果乘客與乘客之間有磨擦 甚至乎 有欺凌的說話出現 甚至乎演變成為 有這個肢體碰撞了 即是你騷擾別人的乘客 現在是 有動手動腳 動手動腳 還要被人拍攝 即是拍片拍出來了 基本上都沒什麼抵賴的了 現在就是說 如果出現在西方的國家 這些航空公司 一遇到這樣的情況 一般來說 那些機組人員 就會作出一個 嚴厲的警告 通常是 第一次已經是嚴厲的了 警告 如果你說去到第二次的 有人這麼說 他說很大的機會 攝氏的人 可能一下機就被警察抓了 已經是 攝氏是什麼 即是公共地方行為不檢 類似是這樣 或者 你是危害到乘客的安全 危害到機組人員 所有的乘客的安全 另外 英國的本地網民 有留言 他們說 其實這個 這個 抗後 抗前 其實是別人的權利 你不可能阻止別人 況且當你用餐的時候 是要抗直的 但是 非用餐的時候 他可以抗後 你又不是降落 又不是起飛 又不是有亂流 如果一架飛機有亂流 空姐也會要你抗直 以及立安全帶 即是說 金小姐 當時是沒有做錯的 因為他非用餐的時候 BBC也有報導 有香港的網民就說 為什麼那兩夫妻沒有拍片 即是被國泰列入黑名單 說他當時兩夫妻沒有拍片 但是被人拍完片 就說金小姐拍到很多證據 旁邊有其他的香港人看不過眼 有幫他 以及拍了片 拍到 那個男事主 那個男事主在中間 原來他左右兩邊有兩個女性 其中一個是他老婆 那個男事主的左手邊 就拍到他 那隻腳就印金小姐那張椅子 這段影片是一個其他香港人拍出來的 就不是金小姐拍出來的 是的 因為你看到他在後面旁邊的角度 是拍過去的 是的 那就是說 為什麼呢 就是現在金小姐有幾段片都拍出來 和其他的乘客都拍出來 但是偏偏就是這兩夫妻沒有 沒有沒有任何影片去為他自己辯護 是的 為什麼呢 真的不明白這件事 那最後呢 那麼金小姐在香港01新聞 今天呢 他就報導了 他就訪問了 他就說希望郭泰作出這個道歉 以及希望培訓的那方面可以培訓得好些 我們就認為郭泰這次這件事 已經其實做到最盡了 我又覺得郭泰已經 他做到真理 我好像不能再做得最好 其實已經做到最盡了 因為他已經將那兩夫妻列入了黑名單了 不可以再乘搭這個郭泰航空了 是的 已經算是一個很重的懲罰 是的 算是 我也覺得是很重的 這個懲罰 對方不能夠再搭這個郭泰 是不是 但是呢 金小姐如果他要郭泰作出這個道歉 那其實他已經作出這個致歉的了 在文章上面 是的 是不是 但是金小姐呢 接來不夠 是不是也不夠呢 因為有很多網民就說 其實金小姐可以得色好意就需要回首了 其實已經人家做到最盡了 暫時來說 已經道歉 是的 其實是有道歉的 那至於機組培訓那裡 那我就覺得呢 郭泰在這次應變的事件呢 我覺得是比其他的航空公司真的慢了幾拍的 是的 我們剛才已經說過了 如果你比起歐洲、美國的航空公司 那些很嚴厲的 那些是 處理這些這樣的 在飛機發生的那些衝突 雖然是衝突 是不是啊 大哥你有肢體碰撞 是的 有歧視的口吻 做了宗旨 新的宗旨出來了 還要被人拍攝 不是一個的見證 還有其他人的見證 還有拍賣出來了 如果你比起其他西方國家的航空公司 肯定一下飛機就撻碼撿了 我見到有網民都是這樣寫 真的是下手扣了 警察一定是介入的 還要立即介入 因為你隨時影響空中安全的 你在飛機發生什麼事 有嘔鬥 演變成 是不是 你想想多嚴重 因為那班機 機程是很遠的 13個小時 香港飛倫敦 你飛到半腦這樣 是啊 你也不知道會不會影響了 乘搭飛機的安全 絕對是 如果你時代一個人扔東西 你怎麼辦 有一個玻璃瓶 或者有一個玻璃杯 你扔玻璃杯怎麼辦 是不是 你扔爛了玻璃 扔爛了玻璃窗 那怎麼辦 真的不敢想像 大哥你扔爛了玻璃窗 或者扔爛了東西 或者其他東西 總之你引起恐慌 在飛機倉裡面 是不是 大哥你經濟客倉 一有恐慌就很嚴重 是不是 那我又覺得國泰這件事 他不是說沒有處理 他有處理 但是我覺得 是過後 是過後 這個位置那裏 他不能夠即時去制止了那件事 是的 因為你即時制止是不同的 你過後去制止 又是另一個問題 是不是 是有分別的 所以我覺得 在這方面 國泰真的可以再做好一點 老實說 他是有做到賠償 是不是 就是處罰了那件黑名單 是不是 但是 我覺得如果下次有類似的事件 又如何呢 又是怎樣去處理呢 是不是 我想經過這次之後 他們會 下次會做得好一點 可能會謹慎一點 是不是 會小心一點 希望國泰真的會做得好一點 或者謹慎一點 適事靈人 對 適事靈人 因為 其實我也覺得這件事應該要結束了 那 今天就是這麼多了 如果大家喜歡我們的影片 可以給個like 好嗎 我們需要你多點個like 如果未訂閱 麻煩大家免費訂閱我們的頻道 可以分享你的留言 好嗎 覺得這件事 你怎樣看法 是的 好 OK 我們下次再見 Thank you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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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e